他这一说话不好听 本身就是粗人 又喝多了 张嘴翻狗这二字一出来 金猪不由得 勃然大怒 好宋将 好醉鬼 好生的无礼 我不招你 你还招我 那好吧 那今天咱俩就比伙比伙 想到此处金猪一催坐下马 掌中金雀开山腹来战吉清 吉清啊 吉清这能耐 在这部说越全传里 排的第 七十名左右 反正五十名以后 一百名往前 大概这么个位置吧 也不是说没能耐 有点能耐 分跟谁比 跟四太子乌朱比 他差着不少 这还是在他清醒的情况下 清醒的情况下 他的武力值勉强能到六十 这一喝多了 再打一半的折扣 就剩三十了 这咱是拿金猪九十相比 所以本身两个人就有差距 这一来差距更大 吉清自个儿不觉着 吉清一看金猪催马过来了 吉清也催动自己轻松马 把狼牙棒这一举翻抖 看棒 说声看棒 金顶狼牙棒 照着金猪猪头顶就砸 金猪猪一看 没多大劲儿 但金猪猪啊 也是诚心 并不拿自己金雀开山斧 望上招架 再马上微微这一闪身 可就把吉清这一棒躲空了 没容吉清变招 金猪猪这大斧子可就举起来了 照着吉清 一斧子可就劈下来了 这招太快 吉清一看不好 赶紧撤回狼牙棒 那意思 举火烧天望上招架 哥他清醒的时候 勉勉强强能架住 今天喝多了 这劲儿本身就打着折扣 金无猪这一斧来得又凶 各位 耳轮中就听 就这一声响 吉清啊 还真不含糊 勉勉强强 把这金雀开山斧架住了 但是两臂发麻 虎口发酸 吉清可就知道不好 知道不好 想再说出来 可都已经晚了 为什么 金无猪这大斧子 是从上往下压 吉清啊 勉强架住这第一项 人家再往下摁 他再往上撑 可就撑不住了 吉清知道不好 赶忙 把这狼牙棒望回一撤 紧跟着就在马上 塑紧藏头 望下这一低头 大斧刃子 整从吉清 这头盔顶上给削过去 将吉清头上带的这亏呀 给削下一半去 斧子来得也快点 吉清躲得也慢点 好悬呢 再躲慢一点 吉清向上 人头割下 这一来 吉清这九可就醒了 得有七成 知道不好 知道自己不是四太子的对手 赶紧搏转马头 放下就败 这哥一般的兵将 主将这一半 当兵的坐鸟兽散 四散奔逃 岳飞这八百严良军训练有素 主将往哪败 严良军跟着往哪败 队形不乱 八百严良军跟着吉清可就败下来 金屋珠再后就追 吉清啊 地理熟悉 也就仗着地理熟悉 不然的话 就凭吉清那青松马 真就得让金屋珠的赤探火龙军给追上 金屋珠带着人在后边这一年 吉清在前边跑也知道不好 不敢走大道 绕小路 拐弯 请拐弯 还真不错 带这八百严良军呢 还真就把金屋珠啊 给落下来 金屋珠一看 追不上吉清 反不上跟着罪鬼志气 我接着尽我的兵 想到此处金屋珠刚要驳马 翻走 接着来呀 又 金屋珠回头这一瞧 吉清又露面了 嘿 这是逗气啊 金屋珠也豁出去了 接着追 又追了一程 吉清又没了 金屋珠刚要驳马 吉清又露面 嘿 就这一来 把金屋珠气得三十神暴跳 武林豪气腾空 今天呀 我豁出去了 别人我不打了 别人我不战了 我就追这小子一个 金屋珠这回这一撒口追 各位 把赤炭火龙鞠催开了 到没追上吉清 把自个儿带的金兵全落下 单人匹马 金屋珠就一人了 孤家寡人一个追吉清 与此同时 各位 您想想 天可就全黑了 吉清仗着地里熟悉 再加上夜色的掩护 吉清啊 还真就把金屋珠给落下 到最后 金屋珠真就找不着吉清了 书说至此 交代一句 这儿离黄河大营可就跑出得有三十多里 金屋珠一看坏了 天全黑了 又都是小路 找不见大道 金屋珠有点慌 这可坏 这要找不着大道 倘若宋兵在此要有埋伏 就凭我一个人 我可得吃亏啊 金屋珠也不敢再追吉清了 找路要紧 等金屋珠找着路 各位 东方已然现出余杜白 天色江亮 金屋珠还真不错 找着大路 有打小路绕出来 上了大路 往回走 正往前行 前面一座村庄 金屋珠一琢磨 天已然快亮 我呀 进这村庄 找户人家 我问问路 看明了这路途 我好回黄河大营 想到此处金屋珠 骑着马可就进到这村 一看 是个小村庄 没有什么大户人家 都是小门小户 正往前行 蒙往路边 一看 这户人家呀 柴飞 开着 门开着 金屋珠一瞧 小房子小院 还挺雅静 一看门又开着 干脆 我进去找人问问路 金屋珠由打马上下来 牵着这马 可就进了小院 把这马呢 往旁边一搁 金屋珠迈步 可就来到门前 啊 屋里有人吗 连问了这么两声 就听这屋里脚步声音响 尤打里边出了一人 金屋珠抬头着一看 出了个老太 老太隆忠 看年纪 年过七旬 煮着一根拐棍 颤颤巍巍 尤打这屋里可就出来了 一抬头 一看 一看金屋珠这模样 就是一愣 金屋珠是翻帮人的打扮 不是中原人的模样 金屋珠呢 一看是老太太 眉头微微一皱 啊 老人家 您这屋里 可有男人吗 要有男人 把他叫出来 我打算向他问问路 老太太一听 瞧了瞧金屋珠 煮着这拐棍 你是什么人呢 老人家 我是问路之人 我知道你问路 你是哪儿的人呢 老人家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你不是中原人吧 我呀 大金国四太子 乌珠是也 这个也字 画音 刚一路 再看这老太太 可就把这拐棍举起来了 不由分说 照着金屋珠就打 劈头盖脸 得亏是金屋珠 搁别人 今天就吃了亏了 一个是老太太 再快 他也没金屋珠快 再一个 金屋珠是恋家 金屋珠连连后退 不由得可就愣了 啊 老太太 你 你打我做肾 打你做肾 我儿子就死在你的手里 啊 金屋珠一听 他有一孩子 被我给害死了 我害死的人多了 谁呀 我两次入侵中原 确实死了不少人 老太太 你倒要说清楚 本王害死哪一个 令郎 你这儿子 他叫什么呀 老太太文婷此言 已然是二目之中 山然泪下 嘿嘿 我儿子呀 叫李若水 哎哟 死郎主金屋珠这一听 当时冷汗可就下了 各位 经中说月说到今天五十回 对于金屋珠这个人物 您要知道 这个人没有大恶 他不像一般的书 咱们一般的书啊 这个反面人物 那 跟正面人物这一比 这反面人物肯定罪行累累 让人家深恶痛绝 金屋珠不是这样 金屋珠这个人虽然是外邦入侵 但是这个人本性是好的 而且这个人精通中原文化 精通南朝文化 那对于 中国传统文化 何为人 何为义 何为理 何为智 何为信 所谓仁义 理智信 金屋珠理解的比很多中原人还要透彻 所以说金屋珠啊 一听说这老太太的儿子是李若水 前情望上这一番 金屋珠全想起了 当初 灰亲二弟被裸 被我带至北国 陪同二弟去的 就是吏部侍郎李若水 这是大宋朝一等一的忠臣 结果因为得罪了我父亲老郎主 哎 最后被乱刀砍作肉泥 李若水死在我北国金邦 原来这是李若水的母亲 那人这话说的还真就没错 他儿子算死在我身上了 算是被我害死的 这一来啊 我还真就无话可说 金屋珠一时无语 就在这么个工夫 就听门外一片嘈杂之声 金屋珠回头再一看 来了军师哈密赤 来了大金几百人 哈密赤不放心呢 怕金屋珠一个人追极青有诗 所以说呀 带了几百当兵的在后紧随不舍 这也算跟郎主碰面 跟郎主聚情 哈密赤来到院中金屋珠 用手一指 军师啊 这个老人家就是李若水之母 哈密赤一听 嗯 郎主 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嗯 是不是要给钱呢 没错 还真让哈密赤猜着了 金屋珠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 怎么办 只能给钱 毕竟人死不能复生 当时金屋珠命人取来五百两文银 说是五百两 只比五百多不比五百少 为什么 这出来是打仗呀 谁身上也不可能带那么多钱 说给五百两真得一位一位凑 金屋珠身上也没那么多钱呢 谁领兵打仗出来啊 专门有个人捧着一托盘 这托盘里 五十两一定 搁十定银子 那不可能啊 所以说只能联兵带将 带郎主带军师 这一干人等 凑钱 所以说这拿出来的 给老太太的 那就是大的大 小的小 加在一块 只在五百两以上 不在五百两以下 把这五百多两银子 给了老太太 作为养善之资 再者 金屋珠传令 就在老太太他们家门前 插上一面令旗 有这面令旗 就如同我金屋珠在此 我大金兵将行经此地 不得进来自扰 金屋珠 这是为了保护老太太 令其插于老太太的家门口 金屋珠又安慰老太太几句 老太太也知道 凭自己一身之力 说想打死金屋珠 那根本办不到 这件事 也只能算就此过去 日后 哈密士派人 尤打北国分邦 把李若水 这尸首 上回书 之前咱说过 李若水骂贼之时 有人把李若水 虽然说被剁成肉泥了 收起来了 还得把这些 这个小盒吧 就算 这盒里装的是 李若水的尸身 还得要把这个 再还给老太太 还要回归故土 原籍安葬 这些话 咱们书不细表 金屋珠带着哈密士 带着这几百人 尤打李若水母亲家 出来寻尚大盗 回归黄河大营 暂且不表 金屋珠 再说岳飞 前文书咱说了 岳飞冤案得雪 被孟太后 赵沟皇帝 封为武昌军节度使 兵马赴元帅 可以说一步登天 从一个小小的五级千都 现如今延伸到赴元帅 赵沟给了岳飞十万人马 命他前来增援 岳飞带着这十万人 连同牛稿 他们搁几个 这一路上北上 往黄河这赶 路途之中可就听说了 黄河已逝 岳飞大惊 黄河这一丢 第一道天险没了 怎么办 再赶到黄河去 也为时一晚 只有利用现有的地形 我埋伏下人马 单说岳飞来到这个地方 各位 您要看说岳全传 原文上写得很清楚 来到什么地方 来到大宋黄陵附近 有这么一座山 山势险近 岳飞悄悄的 扎下迎战 安顿人马 免得惊扰黄陵 这是说岳全传 原文所写 现在这黄陵还有 就是北宋的黄陵 在哪 在如今今天的河南拱义 北宋的黄陵 叫七帝八陵 七代黄陵 但是呢 是八座陵墓 北宋一共是九代黄帝 跑下两代 徽亲二弟 宋徽宗 宋亲宗 最后死在北国了 这两位不算 北宋还有七代黄帝 包括宋太祖 赵匡印 宋太宗 赵光义 三帝真宗 四帝人宗 等等往下排 七个黄帝 但是八座陵墓 多一座 多的是谁 多的是赵光义的父亲 赵红因 你要听评书《飞龙泉传》 也叫赵光义演绎 还有名字叫三打含通 都是这一部书 说赵光义如何发迹 其中就提到赵光义的父亲 叫赵红因当初 也是大将 赵光义当了皇帝呢 赵红因就相当于是太上皇 所以说呢 叫七帝八陵 连同他父亲赵红因 这样 这几个都埋在此地 除了他们这皇上以外 还有妃嫔 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大臣 比如说大将高怀得 名相赵谷 龙图阁大学士 开封辅引包整 杨家将里的主要人物 扣准扣平中 这些名臣 陪王半价 他们死之后 这陵母也都在皇陵 所以说呀 加在一块 这北宋皇陵 足有上千座之多 现如今还在河南拱义 那么说越全传 原文所写 到皇陵附近 自然指的是河南拱义 这个地方 但同时我们说书 还有一个说法 说岳飞成名 仗的是河北三战之功 三战是三场战役 头一场 八盘山 咱们说过 二一场青龙山 咱也说过了 三一场 就是今天要说的爱华山 但实际上 这也有个问题 说书的一般都管的 叫河北三战 实际上呢 这是河北两战 加河南一战 因为爱华山在黄河以南 不是在黄河北边 所以说呀 这个说法也有误 应该说是河北两战 指的是前两战 河南一战 指的就是黄河之南 今天这段爱华山 所以说河北三战 这个说法呢 也有些不同 这个地方 爱华山 也给您说出来了 就是这座山 这个地名 您各位也要知道 这是书上虚构 这是说越全传的作者 有意识 在这儿要突出 岳飞的功绩 因为这一场 是岳飞头一次 大战金乌珠 两个人正视对面 所以说把这个地方 起的名字 起的很有讲究 爱华山 爱我中华 所以说这是岳飞 找这么个地方 兵至此处到爱华山 安营下寨 爱华山 山是险峻 一般来说 要是单说这一段 说到此处 这儿要有个山字 山连山 山套山 山山拱暴 岭阶岭岭岭岭岭 岭岭相连 爱华山 就是这么一个 险要的所在 岳飞一看 这地方 屯兵太好了 所以说岳飞在此 安营下寨 叫以义代劳 敬后金兵 这时候咱再说极青 极青把金兵珠甩了 极青带着这八百严粮军 寻上大盗 走来走去 走去走来 极青和野 就来到爱华山 极青这一瞧 营连营 债连债 哪来的这么一哨人马呀 极青来到且进 当兵的不认识 为什么 这十万人是有打金陵来的 没来过北边 不认识极青 一瞅 来这位 怎么这么寒的呢 前文书咱说了 极青头盔让金兵珠给削了去了 头盔没了 法纪也给砍断了 现如今劈头散法呀 再加上极青这模样 青面獠牙红胡子 您说这模样多寒碜 得亏这是白天 这要晚上 走对面 您看见极青了 这不得吓死啊 所以说呀 这人呢 还是长得好看点好 千万别长寒碜了 长寒碜了也行 您在家老老师待着 您别出来吓人 这极青呢 就属于长得又寒碜 还得出来吓唬吓唬人 这么个意思 一瞅这位怎么这么模样 和真够寒碜的 拦住极青这一问 极青先问他 什么人在此安营下寨 我家岳元帅 岳元帅 极青一听 我知道张元帅 张索 宗元帅 宗泽 哪来个岳元帅 哪一个岳元帅 怎么 还要听听我家元帅的官会吗 就凭你这模样 也想听他老人家的官会呀 极青一听 这碍着我模样 什么事呢 你抱一抱他的名字 这也未尝不可呀 那好 我家元帅 姓月名费 表字 彭举 你家元帅 跟我还真不是外人 是你什么人呢 是我磕头的大哥 呸 你瞅你那模样 我家元帅 风流潇洒 小白脸 有你这么个磕头的兄弟 别胡说 走走走 嘿 极青这一瞧 人不可冒像海水 不可抖凉啊 怎么 还瞧不起我 你进去给我禀报一声 你就说有他的败地极青 求见 这当兵的一瞧 这位还真横 再一看 极青身背后还真有人 八百严良军呢 这位也明白点什么了 一琢磨 背不住这位 真是宋将吧 大黄河那边败下来的 我通禀一声吧 当兵呢 进中军帐这一禀报 岳飞一听极青来了 好 出来 书说简短 极青来到中军大帐以内 一看果然是自己的大哥 万没想到 哥哥这一趟 回转金灵 还真当上元帅 极青替哥哥高兴 跪倒在地磕头见礼 岳飞一低头 一瞧极青的模样 都大胆极青 想必是你酒醉 狮黄河 极青在这跪着 我大哥真了不得呀 神机妙算 智多兴无用怎么样 比不了贪 贪怎么知道我酒醉 施黄河呀 如同他亲眼看见的一样 急性这琢磨 我可不能承认 这要承认咯 按军中一期禁令 五十四斩 我可就有掉脑袋的罪过 元帅大哥呀 他这黄河可不是我丢的 是刘豫曹荣二则子 道反黄河 哦 岳飞这一听 这还真是实话 刘豫言归详 刘豫跟曹荣两个人 又是儿女亲家 刘豫说反曹荣 这有道理 那本帅问你 你因何这般模样 大哥呀 您不知道 这金乌珠啊 已然渡了河了 我才听说 我出盈跟他这一战 小弟我不是金乌珠的对手 被他呀 大斧子砍去头盔 才落得这不田地 好 岳飞不由得一声冷笑 心说极清啊极清 九罪狮黄河 被金乌珠战败 按说我能杀你个二罪归一 可有意见 你毕竟是我的结拜兄弟 岳飞还没想好 怎么处置极清 一旁边转过来二爷牛稿 牛稿这一看 老吉 发型不错呀 蓬松式的发型 这日后时髦啊 流行啊 极清一抬头一看 平日里这牛稿就爱跟自己开玩笑 这么多年不见了 还这毛病 牛稿 你懂得什么呀 告诉你说 就我这投行 一千年以后 塞过罗伯特巴乔 不让巴蒂斯图塔 风之子卡尼吉亚怎么样啊 比不了我这投行 一千年以后的事你也知道 别往脸上贴金了 老吉 依我看呢 你这发型也好有一笔 比从何来 我把你啊 比作一辈前朝的古人呢 说 你还要说说古 知道你牛稿会说书 比哪位古人呢 有个李庚 你知道吗 李庚 我知道李庚 李庚是谁 让哪吒拿圈打死那个 寻海叶城 叶城来了 叶城来了 就说你呢 你呀 就好比那寻海叶城李庚 嘿 吉星这一听 牛稿牛稿 好损了 拿我比死鬼 啊 那寻海叶城李庚 那够多寒着呢 跟哪吒这一照面 没说几句话 让哪吒拿乾坤圈拍死了 你拿我比他 两个人这刚要呛呛进来 岳飞一拍 帅啊 好大胆 牛稿 赶忙往后退 吉青二次跪下 吉青啊 酒醉石黄河 又被金屋柱砍去 偷回丧我军的锐气 一军中一期禁令 五十四斩案就该置你个二罪归一 吉青本帅问你 你是认打呀 还是认罚呀 吉青一听 大哥 认打怎么讲 认罚怎么论呢 你要是认打呀 杀你二罪归一 把你推出原门 斩首示众 憋着呀 别这样 哎呦 吉青这一听 杀了 脑袋布了下来 再吃什么也不好吃了 虾仁也别吃了 鸡丁也别吃了 喝酒也不香了 我这么好喝的主 不喝酒那儿成啊 大哥 我认罚 认罚呀 命你讲功折罪 单人匹马一个人 前去引金屋柱来到此地 金屋柱来了 还则罢了 金屋柱不来 嘿嘿 本帅治你三罪归一 是消首 示众 去吧 岳飞真的很难 一拍帅案 吉青 站起身来 战战兢兢 往外走 心说我这倒霉差事 已然黄河口 输了一阵了 现如今 回到大营 见着大哥 还得再出见 嘿 往外走着 吉青一琢磨不对呀 我还这模样去呀 我怎么着得再申请个头盔呀 吉青又转回来 大哥 求您赏赐一柄 头盔怎么样 没有 就这般去见屋中 呵 吉青这一琢磨 好 认了 谁让你是大哥 你是元帅呢 吉青就这样 一个人 尚了自己青宗马 长中金顶狼牙吧 吉青 尤打大营会就出来了 来的时候什么模样 走的时候还什么模样 八百炎梁军 人家各归殉地 吉青单人匹马一个人 尤打大营出来 运气 金无珠啊 金无珠啊 咱俩是前生的对头 金氏的冤家 被你大腐的销去 头盔不说 现如今我还得再引你进山 哎呦 我上哪找你去 吉青越想越来气 骑着马 信马游江也不知道往哪去 往前走 该找 天无绝人之路 吉青马往前来 正往前行 听见前面人声嘈杂 吉青在马上抬头着一看 嘿 想什么来什么 金无珠来了 金无珠啊 跟军师哈密赤 带着这几百人 尤打李家庄出来 哎 正往黄河大营走 该找冤家路窄 正遇上 吉青这一瞧 得嘞 这一趟 说什么 我也得把你引进爱华山 想到此处 吉青一催 坐下青宗马 马往前来 哎 三狗 还认识你家吉爷吗 吉青又到了 金无珠抬头着一看 喝 昨天晚上 追你没追上 今天早日又碰上了 嘿 自称吉爷 我看你像吉娃娃 还吉爷 把金无珠气的 一催坐下 赤探火龙鞠 我说南蛮 你还要怎样 吉青把狼牙棒在掌中这一举 金无珠 昨天晚上是你家吉爷也喝多了 酒醉被你砍去头盔削去头发 金无珠 金无珠今天一早 吉爷也找你报仇 你赔赔赔赔赔我的头发 金无珠一听赔头发 为什么要赔你的头发 赴金母血 不可弃之 金无珠一听 这话耳熟啊 三国里的词啊 夏侯敦说的 一箭射出去 把箭拔出来 箭上戴着眼珠 这一看 赴金母血 不可弃之 把屎担惊啊 你吉青 丢两根头发 也叫赴金母血 嘿哟 真真气杀我也 金无珠催动赤探火龙鞠 也不跟吉青废话 大死搂头盖领 照着吉青就批 吉青横狼牙棒招架 两个人呢 打了也就五个回合 上回书咱就说了 吉青不是金无珠的对手 差的太多了 金无珠的武力值九十以上 吉青六十左右 喝多了也就四十三十 清醒时候才六十 你打得过金无珠吗 五个回合 吉青一看 确实不是对手 虚晃一望 我转马头 往下就败 金无珠啊 没心追 败军之将 何敢言勇 你本身就是我手下扮价 金无珠没想追 吉青啊 跑着跑着一听 后边没动静 吉青在马上一回头 哎 金无珠 不敢追啊 哎 你要追你是金无珠 你要不追 我可骂你金无珠 金无珠这一听 真难瞒 太可恨了 还带给人起外号 金无珠催马往下就追 太可恨了 太可气了 大死 非得把你劈了 不可 金无珠催马着一追 哈密士这一看 穷后莫追啊 别是有诈吧 真要有埋伏 可麻烦 哈密士指挥这几百人 望后 那意思 护着金无珠往下追 金无珠这马快 试探火龙驹 宝马良驹啊 追出去足有十来里地 金无珠也有点明白 这吉清一个人引诱我 该别是前边有什么埋伏吧 金无珠想到此处勒马停蹄 金无珠不追了 吉清跑着跑着一听 后边又没动静 吉清在马上一回头 金无珠 你怎么不追了 啊 追不追在我 你管得着吗 哎 金无珠 我告诉你 哎 我前边啊 已然摆下天罗地网 埋伏下百万天兵天将 就要拿你 哎 你敢不敢追 哎 你敢不敢追 吉清呢 也够坏了 知道金无珠明白了 你明白 你明白我就往明白里说 我不有埋伏吗 哎 我诚心告诉你 我有埋伏 只不过呀 他把岳飞这十万人 他说成百万人 说百万天兵天将 设下天罗地网 就为捉你金无珠 你敢不敢 金无珠这一听 好 吉清 你要不说有埋伏啊 我还就不追了 你要说有埋伏 嘿嘿 四郎主还不信这个邪 我偏要追你不可 金无珠还真就中了吉清的激将 把金无珠催马在后就追 吉清引诱金无珠 吉清跑 金无珠在后追 让他们俩人先跑会儿 先追会儿 翻回头来 咱得说岳飞 吉清刚一走 各位 岳飞传令声仗 十万大兵 岳飞得布置 投一支令 给两个人 汤淮张显 带两万人马 一万八千人 是马步军 剩下还有两千人 是弓箭手 带着这两万人 埋伏在东山 紧跟着 又命施权良心 带两万人 还跟刚才 汤淮张显一样 这两万人 埋伏在南山 又派周青赵云 带两万人 埋伏在西山 东南西三面都派完了 最后 北山这 岳飞派的是自己 最为倚重的两个兄弟 就是王贵跟牛稿 派他们二位 带两万人 埋伏在北山 为什么把北山 交给他们二位 岳飞传令时 说的明白 北山 是进爱华山 必经之所 极清引诱 金屋珠进山 金屋珠一定 游打北山口外进来 你们呀 比他们要多一项任务 等金屋珠带着人 进了爱华山 你们把金屋珠的人 放过去之后 拼我 爱华山那 号泡一响 你们呀 推动车辆 这车上 事先割好了乱石 就把这一趟 进山之路 给我完全阻断 不让金兵的后援 后队人马 进德山中 辅助金屋珠 不得有为 按咱现在说书评论来讲 岳飞这叫百密一书 他觉得 牛稿粗中有戏 王贵跟自己 时间最长 我对这俩兄弟 了如指掌 这事交给他们哥俩 没跑 他可就忘了 这哥俩 鬼主意最多 自个儿 想起一出 试一出 也是这哥俩 岳飞这一计 到最后 唯有瑕疵之所以 让金屋珠跑了 就赖他们俩头上 这是后话 咱暂且不提 王贵牛稿接令 东西南北 各两万人 各位 这是八万人了 岳飞这一次 一共带了十万人 还剩两万 岳飞 自带一万五千人 镇守爱华山中央 爱华山山中啊 有这么一块大的空地 说是大空地 实际方圆得有好几十里 苏州平化 说岳飞 这个地方还有个地名 叫黄草坡 岳飞呢 带着人就驻扎在黄草坡 带一万五千人 还剩下五千人 是看守粮草 而岳飞带着一万五千人 实际上是一万五千零八百 还有那八百炎梁君 吉清带回来那八百人 也在岳飞麾下听用 十万人 或者说十万零八百人 咱们给您交代清楚了 翻回头再说吉清 吉清引诱金屋珠 可就前方来到爱华山的北山口 吉清心中高兴 金屋珠 瞧见没有 我的埋伏就在山中 你要敢追啊 你是金屋珠 不敢追啊 你就是金屋珠 木屋木屋木屋 哼 金屋珠在后边一听 这男蛮子 还是碎嘴子 把金屋珠给气 急清一催马 进了山 等金屋珠来到爱华山 北山口以外 各位 金屋珠可不是等贤之北 这五十回 咱不止一次的说到金屋珠 精通中原文化 熟读兵书 宝览战策 金屋珠来到北山口外 这一看 山连山 岭连岭 这乃是兵家设服之地 难道说吉清 真没说瞎话吗 难道说这个地方 真有埋伏不成 金屋珠不由得 可就有点犹豫 金屋珠这一恍惚的功夫 各位 哈密氏带着这几百人 随后可就到了 哈密氏看了看 这军事也不白给 大金第一军事 不是等贤 哈密氏瞧半天 郎主 这地方 你有埋伏 你说清楚了 什么埋伏 我迷的没了 我有迷的 我能给您说清楚了 有埋伏又怎么样啊 明知山有虎 偏向湖山行 胸中有红日 脚下无短 您这套词熟我知道 话是那么说呀 真有埋伏 真有埋伏 君士 韩世忠 梁洪玉怎么样 张索怎么样 小诸葛 陆登 陆子静怎么样 是你家四郎主的对手吗 那咱还有 青龙山八百破十万呢 那是我大哥 那不是我领兵 哎 再说了 百密一书 哈 人有尸首 马有乱提 是是是 那依您之间 我呀 嘿嘿 就算他这爱华山中 有埋伏 我也要进去一探究竟 哪怕他这山中九十南越南蛮 正好我金屋珠久欲会一会他 君士 你替我官邸掠阵 再看金屋珠主意拿定 各位 这就是一身是胆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金屋珠自视能为甚高 觉得自己 在整个中原 一马平穿 没人是自己的对手 知道岳飞有能耐 跟自己比 岳飞不如自己 所以说金屋珠有这个自信 再加上也确实被吉青啊 气着了 所以说金屋珠一催赤探火龙驱 这匹马 可就尽了爱华山 金屋珠这一尽山 这几百当兵的跟着金屋珠 可也就进了山 大伙都进去了 哈密赤没进去 哈密赤这一琢磨 我可别进去 我已然鼻子没了 我要再进山 我估计我脑袋都没了 我呀 回去送信去吧 哈密赤 国转码头 回归黄河大营 给谁送信 给大郎主 年海送信 让年海派重兵 前来增援爱华山 放下哈密赤 暂且不表 单说四郎主金屋珠 金屋珠 崔洞至探火龙居可就进了爱华山 等来到爱华山腹地 也就是黄草坡这 猛然间就听浩泡一声响 紧跟着 东山西山南山北山 一片旗帜招展 十万人马进出 整个一座爱华山就成了 刀山建林相宝 十万多人听上去 这数不小 各位 真搁到这爱华山里头 这山大 不显这十万人有多多 而且十万人齐声呐喊 别放金屋珠跑啊 活禽屋珠啊 这一喊 把金屋珠气得 这外号传得真快啊 好极青啊 你给我散热外号 嘿 我要真逮着你 不能一府的把你掏了 我呀得把你寸刮凌迟 金屋珠怎么恨极青 咱暂且不表 这时候随着号泡这一声响 就见正宗献出一万五千八百人 当中高挑一面帅自大都旗 这面帅自大都旗 迎空招展 被风一吹 喷嚷嚷 是航书就卷 在帅自大都旗两侧 有这么四杆任标旗 上吹手 这两杆 离拳枪 纵横天下 柏龙举踏遍乾坤 下边这两杆 大东旗 新笔日月 报国志 再整山河 这是孟太后 跟建言皇帝赵沟 赐给岳飞的四杆任标旗 帅自旗下 一员大将 勒马停蹄 压住了全军大队 金屋中 金屋中 停住坐骑 把大斧子 交于左手 抬头 定金关桥 这一看 金屋猪不由得 道西 一口凉气 但只见 雪炼 盈亏 头上蛋 二龙戏诸 正当中 九曲 三鹰 欠八宝 护背 骑上 绣团龙 炯炯有神 二虎目 两道 剑眉 连并横 高别连下 方海口 是海下无须 正年轻 肃罗普 内衬的本事 银叶凯 还有那 叛甲绳儿 紧绷绷 胸前一面 护心境 是闪月光华 四月明 两扇争群 分左右 海水江崖 走蛟龙 背后背定 银庄俭 还有那 三手战炉 就在翘内城 速断中阴 真得体 虎头战靴 二足灯 胯下一匹 追风赶电 薄龙马 夜走八百 是白天能把千里行 离权神枪 就在掌中卧 本是上古神兵 逞威风 来者非别 正是精中帅 岳飞岳鹏举 威震天下 是四海 杨明 岳飞初会金屋珠 得给岳飞开个聊 这个字呢 是岳飞专有的一个字 喝水不忘绝境人 我得告诉你 我这字是向谁学的 山东平书 有一位老义人 已然故去 傅太臣 傅先生 留下了这一段岳飞字 我是看 傅先生留下这个著作 其中有这段岳飞赞学的 金屋珠看霸多时 与此同时 岳飞也看金屋珠 这一看金屋珠 跳下马来平顶身高 得在一帐开外 头戴驼龙盔 身穿驼龙铠 胸前悬搭狐狸尾 脑后飘摆至极灵 胸前悬搭狐狸尾 狐狸多谋 视为智 脑后飘摆至极灵 智姬好斗 视为勇 腰中计 碧钉钉 叠胜石漫代 大红的中阴 足下登战靴 胯下这匹马 叫赤探火龙鞠 掌中 是一口金雀开山腹 往脸上关桥 面似单侠 红扑扑的脸 求美金晶 高碧莲方海口 海下 扎里扎沙 红胡须 望着一战 真不雅如 金刚转世 又好似 罗汉林凡 岳飞也按条大致 四太子金乌珠 名不虚传 两个人互相彼此 看罢多时 岳飞可先说话 对面 可是四郎主 金乌珠 把斧子这一辈 不错 正是本王 你是何人 武昌军节度时 兵马副元帅 岳飞 岳鹏举 金乌珠这叫明知顾问 岳元帅 不猜 小王久闻你的大名 朕不雅如 浩月当空 如雷 灌尔相仿 岳元帅 小王 佩服你 用兵如神 武艺高强 你确实是好样 可有意见 大宋 大宋朝 现如今 奸臣当道 君昏 臣间 有道是 大煞 江青 一目难浮 你们中原 还有句话 说得好 大将 保明主 尊鸟 登高之 以小王相串 岳元帅 你就应该弃暗投名 福宝 孤家 孤家不才 我许你个一字并肩王 你跟我一同的等级 你看如何呀 岳飞听到此处 微微的冷笑 呸 金奴无诸 休说朗言大话 休放厥词 你本是北国藩邦 小国之地 兴丁饭缺不说 欺我大宋无人 罗我二胜 现如今坐井观天 深陷黄龙府 金奴无诸 其一罪难饶 现如今 我大宋在金陵 建言皇帝称帝 整顿人马就要讨伐 你北国藩邦 岳飞不才 领人马来至此处 金奴无诸 现如今你已然身困爱华山 插翅难逃 有道是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金奴无诸 听本帅良言相劝 扔掉你的金雀开山符 跳下马来跪倒在地 认罪伏法 金奴无诸 看在宋金两国交好的份上 只要能还我二弟 我就能饶你一条性命 不然的话 今日在我爱华山中 你是难逃 公道 两个人针尖对卖麻 未曾打仗之前 先斗上口了 金乌珠这一听 嘿 岳飞啊 今日你我二人在此相遇 并非斗口斗志 既然你说不动我 我说不动你 来来来你我二人撒马一战 你看如何 好 本帅也能拒你 再看金雾珠 催动赤探火龙鞠 掌中金雀开山符 这边大帅岳飞岳鹏举 催动波龙马 掌中离船攀龙腔 两个人是杀在一处 金雾珠 马走上风头 金雀开山符在掌中这一情 斜肩带背 照着岳飞顶梁就是一斧 一般来说岳飞应该在马上往旁边这一闪身 闪过这一斧 再拿枪相还岳飞没辙呀 岳飞知道 金雾珠 是我此次抗金的劲敌 到底是他金雾珠厉害 还是我岳飞能耐 今天一事之下 辩知周章 再看岳飞岳鹏举 挺枪 不但不躲 反而去找金雾珠的斧 金雾珠这斧是斜面签 斜肩带背 往下劈 岳飞双手端枪 拿大枪的枪尖去找金雾珠的斧日 耳轮中就听 就这一声响 金雾珠使十成劲 岳飞也使十成劲 这大枪可就把金雾珠这大斧子可就磕出去了 这一来再看两个人战马 登登登往后倒退好几步 金雾珠就觉得两肋发炸 岳飞也觉得两虎口酸麻 两个人平分秋色 叫势均力敌 力气上屡力上 两个人相差无几 金雾珠一听这声音 暗自的高兴 岳飞也岳飞 你还是太年轻 经验太少 我这大斧子 上好的纯钢打造 而且俯臣力猛 你拿枪找我的俯人 你不是找你损枪吗 我这大斧子太好了 好钢口 可金雾珠呢 不由得呀 可就把这大斧子拿回来 这一看 金雾珠可万万没想到 这大斧子跟随自己可多少年了各位 叫金雀开山斧 学名叫金雀开山玉 这东西本身叫玉 前边一大枪尖 这边一个斧子大月牙 枪尖没事 关键就看着月牙 刚才斜肩带位批 也是拿着月牙批 金雾珠这一看 自己这大斧的月牙 下端那一块 崩了呀 小米粒 各位 不是大米 不是四长 五长大米 倒花香 四长啊 因为崩掉了一点了 叫四长了 类似于鸡米那么大吧 哎 那么一点 有那么点小插口 金雾珠心疼坏了 这大斧子跟随自己多少年了 斧下死了不知多少人呢 杀那么多人 这斧子跟新的一样 多少日子不杀人 这斧子还响呢 争然作响啊 我这是宝府啊 万没想到今天跟月飞这枪一碰 居然磕了个小口 哎呦 金雾珠可心疼 再一看月飞 月飞横枪立马 是面带微笑 为什么 黎泉盘龙枪丝毫无损 刚才咱可说了 黎泉神枪手中情 这本是上古神兵 逞威风 这是宝枪啊 犹打项羽就使这枪 摇旗使这枪 上师徒使这枪 秦琼使这枪 张兴祖使这枪 那你说现在这枪在谁手里 它不在我手里呢 要没这枪 我说什么呀 我说这几部书 就指这条枪活着呢 各位 这枪能受损吗 所以说月飞是自信心满满 我自窥然不动 金雾珠可有点害怕 跟随自己这么多年 这斧子没受过伤 今天跟月飞这议和之下 这斧子受伤了 难道说今天我金雾珠 有损不成想到此处 金雾珠不由抖擞精神 与月飞月鹏举两个人 是再度站在一起 各位 这一回大战爱华山 月飞初会金雾珠到下回 大战麒麟山 大战狮子山 水浒众英雄 蔡元的张青 双枪将董平 立帝太岁 阮小二 朵命二郎 阮小五 活颜罗 阮小七 到后代出世 引出一段水勤金雾珠热闹回幕 谢谢各位 咱们下周 再说 接动 禅打 诺 提动